开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 作者 杰德·麦肯纳 翻译 莫里斯 第十七章 宗教那只神奇的乌龟 一个谬误不会因为成辈的宣传而成为真相 真相也不会因为没人看到就变成谬误 圣询甘地 在我见山又是山的兔子洞里 有一件让我最难以相信的事 就是信念 如果和一个基督徒 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共乘电梯 我觉得我会变成某种灵性解冲血迹 在三十秒内把糊在他心灵上的粘液去除 恢复他自由思考的能力 当然 这不会是真的 但他说明了宗教信仰对我来说 多么单薄而没有说服力 我无法妥协 无法相信居然有人真的相信那种事 我确信 如果可以让最虔诚的信徒离开那个会助长信念的环境一个月 远离所有外在的形式 装饰品 宗教节目和仪式 远离与他互相依赖的同修及强化这种依赖的导师 远离一切触动他的机制和支援系统 远离种种用来强化那些本身没有力量的幻想的小伎量 再加上与我在电梯里共度30秒 以及一些诚实自省的时刻 这个虔诚的信徒就可以回到没有被他宗教残害的世界 而这会是他真正迈向人类成人的一步 当然 以上全是胡扯 但这就是与真相站在同一边的古怪之处 你开始认为真相有某种价值 真相当然没有价值 但因为它比任何人编造得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好 你会错以为如果把真相释放进这个沉睡的世界 它能够产生某种影响 好比你可以撬开人们的眼睛 他们就不得不去看 即使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晓得这不是真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是我最初的了物对我产生的影响 它撬开了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这个永恒幻象的泥沼不可能是一切 一定还有别的地方 在那里有某种事物是说得通的 那个地方就是真相 而真相存在这个简单到荒谬的了物 让我抓起一把15公分长的刀子 从那艘快要解体的小船 跳进脚翻着鲜血和泡沫的海洋 孤注一致地去斩杀一头巨大而杀不死的怪兽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错误地相信 同样的了物会对任何有健全心智和坚定心灵的人 产生同样的冲击 你无法在泥沼中找到真相 但这不代表没有真相 然而在你被真相存在的了物完全席卷之前 你必须了解 你并未拥有真相 而且它离你还很远 这就是信念阻止我们看见的那个让人兴奋的了物 一神论宗教无法靠自己存活下去 所以它们运用了一种经过时间检验的策略 完全抛弃常识 而且过度疯狂到任何理智的标准都拿它们没办法 这种方法对它们有效 但并不是它们发明或创造出来的 在迷雾笼罩 双眼紧闭 以恐惧为基础的梦境状态中 抛弃常识是生命的一个面向 而游乐场里这个部分的土壤十分肥沃 你种下的任何故事 几乎都能长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幻想 如果你独自生活在这样一个幻想中 你会被视为神经病 如果你和一小群人共同生活在那里 那你就是被邪教洗脑了 而假如你身边有一大群人同样生活在这个幻想中 你就成了受人尊敬的前信者 关于一神论宗教 我只能泛泛而谈 因为每次我俯身下去仔细研究 都会迷失在那堆烂泥中 然后不得不抽身出来 换一个不那么隐喻的说法 在宇宙主导论中我只了解一件事 宇宙主导论中的一切都无法被理解 在这片漫无止境的泥沼中 清晰明了不可能存在 除了更多的泥沼 其他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 学者 哲学家 可以不断地在里面又挖又钻又筛的 却一直无法到达尽头 你可以说这片泥沼的居民把眼睛闭上了 或者他们被迷雾遮住了双眼 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没人看得见任何东西 包括这个事实本身 在这片泥沼中 永远没有任何事物说得通 所以 我们在本书中不和泥巴纠缠 在信念的层次和信念交手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也不需要一方面借用信念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又证明它们无效 比如说 我们不必引用量子理论的元素 来支持意识主导论 好让意识主导论推翻量子理论 信念系统大致分为四个类别 哲学 科学 灵性和宗教 宗教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因为它主要诉诸情绪 然而它也是最不可靠的 而且需要最多外在的材料来强化 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相信光存在 或者柏拉图是个穿长袍的摇滚巨星 或者静心沉思某个禅宗课题 会带领人到某个地方 这些信念系统都可以自圆其说 但依神论宗教在智性上的贫乏 让它们只能借由人为手段 让自己屹立不摇 这个手段就是情绪 而这种情绪就是恐惧 当然 归根结底地说 哲学 科学和灵性 没有比宗教好到哪里去 没有光这种东西 柏拉图弹的是空气吉他 静心也没法带你到任何地方 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去 科学家也许觉得 它们是头脑最清楚 最不容易被骗的 因为事实站在它们这一边 但它们的事实全写在 一只巨大的乌龟背上 旁边还写着圣灵感孕 以及72处女殉教鼓励计划 等其他事实 嗯 好吧 但这些和解释一切的理论 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 一神论世界观的特征是 有一个全能的神 而这种说法非常接近 这个全能的神 就是解释一切的理论 第一推动者 无音之音 支撑一切 本身却没有支撑物的神奇乌龙 是的 这说不通 但他根本不需要说得通 这就是神奇的部分 宗教无需自食其力 因为有数百万 嗷嗷待哺的信徒 用情绪支撑着他 这并不是说 宗教那里什么都没有 如果 如果 就像之前说的 所有的宗教都包含一个核心真相 那么 支撑宗教体验的现实 与支撑一切的现实 一定是同一个 照亮一切的智慧 能量 流动和阻碍 共同创造 我们与那绝对 且永无谬误的存在的 直接连接 我们愿意臣服 并将自我 削弱到什么程度 就能被这个 照亮一切的智慧引领 教导 与滋养到什么程度 在圣书中 可以看到这种臣服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凡天为战车的驾驭者 阿拉的旨意 这是存在的根本现实 无论在上面堆积了多少自我 任何人应该都能够看到它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模式展开 愿望显化 祈祷被回应 关键在于 看见到底什么是存在的 如此而已 只要关注存在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利用它为基础 建造别角的信念系统 这就是泥沼里的人 不知道的事 他们不知道真相存在 不知道他们不需要 编造一个出来 第十八章 西方哲学 当你没有站起来生活时 坐下来写作 是多么徒劳无功啊 梭罗 光是站在那里盯着水面 你是没法穿越海洋的 泰格尔 意识主导论是超级前卫的哲学 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它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我称作意识主导论的范式 在西方哲学中也许被叫做 一元唯心论 或主观非物质论之类的 如果必须给意识主导论模型 一个适当的哲学头衔 也许会是唯心主义 反物质一元论 一元论的意思是只存在单一实体 唯心主义则指这个单一体就是思想 而反物质意味着 我们需要一个A开头的单字 打造这个巧妙的缩写词 好吧 它的意思是 物质宇宙不存在 唯心主义反物质一元论 这种绕口的说法 应该会让你欣赏意识主导论的简洁 审视西方哲学时 我们只会看到一群 坐在扶手椅上的学者 引导他们的不是真相 而是名望和事业 这些人没有什么可贡献的 所以他们能做的 只是挑剔彼此的漏洞 同时否认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真正活生生的哲学 是一段最极端的旅程 个人的炼狱 漫长且极为痛苦的冲突 在这段旅程中踏出一步 就意味着把成功和自我形象 这类微不足道的顾虑 永远抛下 所以 没错 哲学家都不是参与者 而是空想家 他们穿得像场上的球员一样 高谈阔论比赛的情况 却永远不上场 我认为我在思考 但我真的在思考吗 我以为如此 但我不知道是否如此 而当我渐渐接受 我没有在思考的可能性 它开始显得相当有可能 甚至非常确定 我只是感知到我在思考吗 我的感知 以及我对感知的解读 有没有可信的基础 当然没有 印成文字之后 这一切看起来就太令人困惑了 仿佛没有人可以真的这样生活 但我就是 而且一点都不困惑 关于宇宙主导论 我看到的和记得的是 一切都说不通 都很令人困惑 在意识主导论中 则正好相反 没有任何事物令人困惑 一切都说得通 没有恼人的谜题 悖论或无法思考的事 没有什么是违背理性或常识的 也不需要任何信念 我不必思考意识主导论的观点 因为它只是被错误污染的如是而已 没有矛盾 没有困惑的点 没有阴暗而可怕的角落 没有了虚伪的信念和对陷入之间的执着 一切都豁然开朗 都流动起来 且不断显现 我每年大概只花30秒 在思考这些有关真相和感知的事 我的范式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就像你的范式对你而言也不是问题 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做下来 试图用二维的符号表达我的世界观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但我几乎无法在这些平面文字中辨认出我所生活的现实 我的现实听起来极度复杂 离奇 但当我回到对它的直接体验中 一切又变得简单明了 唯我论 声称只有自我是可以确定的存在的理论 有时被称为西方哲学不可碰触的禁区 如果胆敢碰它 你的名望和事业就完了 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唯我论是哲学理论的杀手 哲学家不可能承认唯我论这个简单明了的真相 因为唯我论揭露了哲学 永远只是没有理由相信其可能性的猜测 就算仅是与唯我论遥相呼应 都会让一个哲学家的事业和名望 永远染上污点 当然 这不代表唯我论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反映出西方哲学的问题 西方哲学无法冒险进入真相的领域 就像阴影无法走进光里 哲学存在奥秘与阴影之旧的 那个半明半暗的区域 在真相之光的照耀下 它将不复存在 因为在真相里 一切都清楚而简单 不再有什么可以哲学化的奥秘 正如约翰和克雷尔指出的那样 在所有哲学问题中 最基本的一个就是 为什么存在某样东西 而不是空无一物 为什么会有万物 一如既往 我们不妨先质疑问题本身 我们怎么知道有某样东西存在 这个我们知道它存在的东西是什么 当然 这只会让你绕回意识 并无可避免地导向意识主导论 这个问题有一个隐含的假设 空无或非存在是原始状态 或者至少有可能是原始状态 宇宙认者声称大爆炸之前是空无 以此来支撑这一观点 在那空无中 时间 空间 物理定律都不存在 这个大爆炸之前的空无 就像凡意识 大爆炸之后的事物 则与阿特曼意识相仿 开玩笑的 关于大爆炸的一切 当然都没有道理 它只不过是用来说明 第一推动论的权宜之计 就像印度教徒声称 有一只乌龟支撑着一切 而那只乌龟本身 却不需要被支撑 或是依神论主张者 神就是那个无因之因 没有一个基础 什么都建立不了 所以我们必须为那些 令人厌烦的无群回归 画上句点 即使必须利用双重思想 所以 为什么存在某样东西 而不是空无一物 在意识主导论中 这个问题不攻自破 你可以说这是个无效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只有空无 不存在某样东西 或者 至少存在某样东西 而不是空无一物 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 不然你可以简单地说 意识存在 关于意识 这是你唯一能说的 如果把时间 看作意识的子集合 而不是相反 就不会再有如是之外的 其他可能性 这种问题 没有之前 也没有之后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没有彼时 也没有此时 只有那个无限的如是 针对 为什么存在某样东西 而不是空无一物 这个问题 有个比听起来好的答案 为什么不 他听上去是一种逃避 但既然问题的正确说法 是为什么会有意识 那为什么不 似乎不比任何答案差 把球扔回给抛出他的人 让提问者回答问题 这能有什么伤害 不是吗 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有意识 这个问题就像在问 为什么水是湿的 潮湿是水之所是 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意识是我之所是 是本质 而不是属性 问为什么我有意识 相当于假设 自我和意识之间有区别 两者有可能独立存在 这就像是假设 可能有脱水的水 那不就和宠物石一样了 意识存在 而意识之外的东西不存在 正如同真相存在 非真相则不 有意识并非某个更大的 独立的我的一个面向 而是我之所是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东西了 不是我是有意识的 我就是意识 我在或意识 在为本书做功课时 我阅读或浏览了科学界和宗教界 一些著名思想家写的书 也观看或跳着看了 这两个社群的代表人物 进行的一些演讲 座谈会及辩论 那些发言的人 都是备受尊敬的教育家和作家 但他们的辩论就像你会在酒吧里听到的那种信徒 与非信徒之间的争论 前者并不比后者有见地 这个话题本来就没什么可谈的 那些名门大家的论点 并不比普通人的看法更好 信徒相信他们的信仰 科学家相信科学 这两个巨人之间的冲撞 却像是软的枕头战 在这种数量惊人的对话和辩论中 哲学家因为缺席而引人注意 让科学和宗教因为没有人 过分要求理性而得以互相挑剔 形容这种情况时 我会用让人伤心这个词 使人忍不住感到悲伤 听起来太蠢了 在这种情况中 太多的潜在可能性被忽略了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 信念这一派往往背负着基督教 和圣经这两个沉重的名字 仿佛基督教是软弱的下腹部 科学则是锋利的解剖刀 然而这个下腹部是巨人的下腹部 解剖刀相较之下显得很小 因此在科学和宗教的斗争中 双方都只是耗费了些体力 并未真正受伤 如果能看到科学和逻辑的对决 会有意思得多 因为逻辑会逼迫科学说出它的假设 揭露它只是个没有根据的信念系统 与基本教义派最为接近 不过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这种较量 因为科学和逻辑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 笨重而行动迟缓的基督教已经是科学和无神论 能够对付的最强大对手了 我探究各家之言的初衷是想要看看有没有人反对我的观点 我并非特别在意是否真的有人反对我 但我的确有点担心 因为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疯了 我想 我主要是在寻找有趣的洞见 有利的论点 实力相近的敌人或盟友 意料不到的坦诚 陈枪烂调之外的一点心意 但是 哎呀 不好玩 科学会承认它在某些假设之下运作 但不可能比这更诚实了 这才是使人忍不住感到悲伤的部分 西方世界最高层次的对话 永久地卡在地下室里 爱 我说这么多不是因为我想说 是为了让你去看 我们认为自己全然有意识 认为自己是清醒的 认为自己在思考 但这些想法都不是基于思考 而是基于不思考 我们从来不去看 因为我们从不怀疑 而我们之所以从不怀疑 是因为接受了事物的表象 顺着共识的潮流而行 我会建议你考虑重新思考 你对人类的看法 我知道从内部看上去的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似乎安排了最聪明的人去处理最重大的问题 科学家正在弄清楚上帝例子及解释一切的理论 哲学家正努力解开那些伟大的奥秘 魔法般神奇的宗教则提供了魔法般神奇的答案 整体的图景是这样的 我们聪慧且有能力 我们有最厉害的人致力于解决那些超大奥秘 这不过是我们逃避问题的方法 把责任推给外在组织 由他们代为处理 但是 如果真的想要取得进展 我们就必须自己把担子全部扛下来 所以 为了你自己好 首先要了解 外面没有人在替你搞清楚这些东西 你是唯一能代表你个人利益的人 你只能亲力亲为 否则就一事无成 你他妈的最好做自己的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